大家好,我是Billy 上次我和大家介绍了第一课 如何接驳ESP8266 在电脑上,如何用Adreno 研发的程式 如何简单做Bling的Sketch 让ESP8266的LED 可以斩下斩下 今天我们来继续做第二个设计 就是一个红绿灯 我们会尝试用Adreno 去控制三个不同的PIN 去做出红绿灯的效果 用了Fizzing 网上的面包板设计程式 去做出这个图 稍后我们会跟这个图 去制造我们的面包板 只要加上这些零件 就可以做出红绿灯 看看视频简介里的连续 第一个元件 是一个ESP8266的微处理器 通常会安装在一块板上 我们用一块板段 Noke MCU 第二件事 要用两块小型面包板 夹在一起 做主板 稍后会介绍如何做 接着就用这些Jumper 这些硬的电线 方便放在面包板的洞里面 然后就要用这些LED 我们要红色、黄色和绿色三种 接着就要用这些电阻 电阻要三种 220Ω 470Ω 和1KΩ 我们会用两块小型的面包板 面包板的上面和下面 都没有特别的面包板 打动这五粒 就会连成一体 下面的五粒也会连成一体 中间是分开的 好 我们现在将它两块 用这个小型的筍位 把它铺好 然后我们就揭开 那个胶纸 将它贴在一块硬的 阿加力胶板上 这样就可以稳定一点 接着我们来看看 Node MCU 这个版 这是每一只摺脚的功用 我们会用到GPIO的摺脚 在线路板上 印到D1D2 一直到D8 其实用两个名字都是一样的 这些摺脚可以有输出和输入 我们这次的项目只会用输出 我们会利用这些摺脚去控制LED 令它亮亮或者亮亮 我们要将这块板连接到电脑 利用一个USB Micro的接线 就像一般的Android手机用那种接线 但一定要不只是充电 要通到DATA的接线 就像这一条 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看线路板 USB那边向右 然后将3.3W 即图上最右下角的摺脚 将它插入第三栋 然后上面和下面分别都要留在一行 接着我们插入第一条线 红色的线 接着我们接着 1.3W 咱们来的设计 5.4W 3W 9.4W 3W 2W 3W 然后放入LED,LED有正负脚分 长一点的脚就是正,短的就是负 我们负的要向下,正的要向上 搭完红色之后,我们把绿色和黄色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要插入电阻了 为何可以搭电阻呢? 因为LED是用2W的 但CPU的供电是3W 所以就过高了 用电阻来减低它的电压 电阻的插法跟回图就可以了 电阻就用色环来决定它的数值 所以你看看色环的颜色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要设计的Program 首先去GitHub 用URL下载Program 可以按Clone or download 然后下载就可以了 再成功之后 你就要解压 把它unzip 然后你会找到 TrafficLite的folder 和一些file 将整个TrafficLite的folder 搬进去Arduino的 byProgram的folder 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苹果电脑 它会在Document里面的Arduino 整个抄入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开了 这个TrafficLite.ino 接着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Arduino的Program Arduino的Program 叫Sketch 我们开了这个Sketch 之后第一个可以看到 有个comment 用两个斜画 代表comment 你可以打一些 续迹 描述你的Program 如何使用 这些东西 我们的Compiler 即是编译器 就会 直接进去 不会 execute 你也可以在那句中间 打两个slash 代表之后 那半的字 就是一些 序述 另外一个方法 去做序述 就是一个slash 一粒星 代表开括弧 开了之后 下面所打的东西 Compiler 都会分裂 你可以很简单的 打出你的 Message comment 然后最后 用一个 星斜画 去 停下 就可以了 由上面 到下面 都是可以 打你的 序述 接下来 我们看到 Define 是代表我们 会用一些 keyword 例如 RED 去代表真正要打的 情绪 这里 就把RED 代表D5 D5 是我们 MCU ESB8266 其中一只脚 叫D5 D6 对 D6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人体的东西 去取代电脑体的东西 如果经常用D5 D6 人家都不知你 如果你说 黄色 LE 这只脚 大家都看得明白 这里 RED 代表D6 Yellow D5 Green D7 电脑 偏译的时候 就会把 这些 字眼 RED Yellow Green 分别用D6 D5 D7 去取代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一个 FUNCTION Void Light 接着开括弧 Boolen RBoolen YBoolen Green Integer Delay 下面有一个 大括弧 下面有一大堆程序 代表这个 程序 是经常被用的 所以我们就 做了一个 叫FUNCTION 去代表它 让我们随时 call这个FUNCTION 就可以用到 这些程序 而不需要每次 都要 打下去 我们要用的地方 因为打都打到手远 我们就 call Light 这个程序 就可以很简单地用到 这个程序 做什么呢 首先 我们看到Bool Bo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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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就是 是否 代表下一个 变数 用Boolen 的形式 不是true 就是false r 就是 是否 是否 有红绿灯 是就true 不是就false Toolen y 亦是否 是否 是光组灯 是给1 不是给0 因为 logic上 0是说forse 1是说true 至於 g 是否 是绿灯 不是给force 这是0,001,001,001 这样无法使用 最后的变数叫DELAY SECOND 即是停止多少秒钟 Type 认为Int iInt 是可给数字 1秒剩10秒 宣示完这些变数后,就用一个大绝回来开始我们的程序 第一个程序是什么呢? 第一个程序就是if 如果你想着红色灯, 我就会用DigitalWrite 将红色灯的控制脚的电压变成低电压 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会用Else那句 Else那句就是 我会用DigitalWrite,将红色脚的电压变成HIGH HIGH即是3.3W 那时LED就会关掉 将LED的正极摘到3.3W,经过电阻 而另一只摘脚摘到MCU D5,D6,D7 所以一定要去到0W 一边0W,一边3.3W 最后就是Delay 即是我们要暂停 暂停多久呢? 就是输入的秒数乘1000微秒 所以我们将输入的参数 分数乘1000微秒 所以我们将输入的参数 分数乘成1000微秒 然后下一个功能就是 Void Setup Coupe Void Setup Coupe 是很特别的 因为我们的处理器 每次开机都会选 Void Setup Coupe 第一次 之后不会再继续 Void Setup Coupe 第1句 我们将接编进去 Void Setup Coupe D6 先处理器 Void Setup Coupe D6 Void Setup Coupe D6 Void Setup Coupe Void Setup Coupe D6 Void Setup Coupe D6 Void Setup Coupe 可以从CVL monitor 按出来 就可以收到微处理器 经过CVL port 传给我们的讯息 当然你的Bolt Rate 必须设定为 7480 要和Program 设定的一样 一着了之后 CPU 都会发出一些 开机的指定的Message 这些就是指定的Message 下一句我们要清晰行 就这样印一行空行出来 因为上面有很多垃圾 所以我们想清晰行 接着我们就在CVL monitor 印一行 Traffic light demo starter 代表我们的Program 已经运作了 已经开始走 我们来看看Program 有没有手机也是靠看这句话 有没有出来 接着那三句Pin mode 叫Red Output 代表我们将 控制红色LED的 输出方向 是设定在输出的 因为你可以用来做输入 或者输出 但是同一时间 你只可以选一种 我们将三只脚 红色黄色和绿色的三只脚 即是D5D6D7 都设定在输出的方向 到最后我们就 叫我们的Light 功能 即是先前提到的 我们就会 关掉灯 你看到我们全部 红 黄 绿 都放了一个0 即是代表关掉这三只能 然后由1 代表 停一秒钟 下一个Program 就是Loop 这个功能 Loop 是一个很特别的Program 特别的功能 因为我们的微处理器 一开机的时候 选了SETUP 一次之后 它们走到Loop 那里走 那我就会不停地走 走完又走 由第一句 走到最后那句 跟着 结束了 又重复Loop 这个功能 它会不停地叫Loop 直到有人关掉电键 或是按RESET键 为止 Loop 是很简单的 只不过是用Light 这个功能 去设定LED 和停多少秒钟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行就是 叫它 开灯 然后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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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秒钟 我们可以看到 Void Light 第一个是 红 然后是 黄 然后是绿 最后就是停多少秒钟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 我们第一次叫它 开灯 停三秒钟 接着下一个 又叫个Light 功能 开灯 停一秒钟 接着再叫个Light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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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香港的交通灯讯号 程序 如果你的国家或者地区有不同的交通灯讯号 你可以改这些Program 可以有个人的Parameter 来goever 抵抗 左上角的战盤 就是黄色 就可以把Program 和刷复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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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后 看到 一些红绿灯 正在灯 正在转 成了这部红绿灯 谢谢大家收看,下集我们会讲一些更复杂的东西 会讲一个在网上可以看到的温度和湿度感应器 请大家继续留意,请订阅和订阅给你的朋友 多谢收看,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